出差 你要去哪儿啊 北京 那你几点的飞机啊 晚上六点 六点 那你还不赶紧快去 所以我得赶紧过来陪陪你啊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没有 没有啊 帮你帮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之前说的那个道理 你说喜欢一个人没问题 但最重要的 是要那个人喜欢你才行 睦睦 我真不是故意在你面前撒糖了 我真没注意你就在旁边 你要不要这么狠 你 你干吗 我 我洗澡了 准备睡觉了 是啊 你今天都这么累了 确实该洗澡睡觉了 你去吧 等等 那个什么 我还有件事没跟你说 怎么了 我突然忘了 我突然忘了 我要说什么了 你们赶紧睡吧啊 那个 我也休息了 他绝对是故意的 你这样就算不上水了 你今天还可以吗 什么 你在北京 对啊 我在你的酒店 进不进去啊 本来我是想给你一个进去的 可是我不知道你的房间号 你 你在哪儿啊 我在冰淇淋店 哪 哪儿 星月是甜甜的冰淇淋店 我也没想到 你会突然来找我 我是想给你一个见细的 我们就这样彼此凑够了对方 那你明天几点起 八点 好 我叫你起双 不用 我自己订到钟就行 我起得懒 不行 我叫你 好 够 够 我叫你 你准备一下签证 一周后入学报到吧 一 一周 搞怎么样 还不错 真聪明 你就像个傻子 不过我不喜欢油嘴滑舌的 我就喜欢傻子 你说什么 喜欢傻子 你不是喜欢我吗 他喜欢我 你喜欢我了 你傻了 他担心跟苏慕分开 以抵裂 闻女啊 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体现自己的价值 但是 也不能没有爱情 如果你们彼此有真诚的爱情 那异地恋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你爸说得对 爱情跟理想都重要 你可以自己选择 也可以领致兼得嘛 关键是看你自己 嗯